晚上有请第三组男嘉宾和他的明星家长 闪亮登场 来 那这位帅气的小伙子呢 出身艺术师家 非常有才华 在美国求学归来之后呢 将美国现今的音乐手法 与中国流星人做完美结合 而且呢 创作中很多优秀的作品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您看看 王确 另外一位 朱明英老师 欢迎 国家一级演员 著名的歌唱家 没错 他那首歌曲 让我们是从小听到大的 风吹着洋流 哗啦啦啦啦啦啦 而且朱老师也是我们的老乡 对不对 再次回家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回娘家了 非常快乐 高兴见到各位 谢谢 您看 这哪像是 这个母子俩啊 就像是姐弟俩一样 多年轻啊 没错 那你那一字 你骂王确老呗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其实朱明英老师是咱们沈阳人 对 小和叶 小白楼是你第二套房子嘛 对不对 小白楼是你第二套房子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也再次欢迎两位 谢谢 欢迎 谢谢 对 今天呢 大家可能发现了 我们所有男嘉宾呢 全都是带着自己的家长来的 是的 说明很重视今天的节目 那显得我们主持人好像有点不重视 所以呢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大鹏的爸爸也在现场 我们董爸爸在哪儿 欢迎董爸爸 爸爸好 你穿起了好几个啊 演到回来 来来来来来 这个这是正版 这是正版 对 爸爸咱们今天有个女嘉宾 你也替大鹏把把关啊 不是 她主要过来是看你的啊 好好表现好不好 那个爸爸好 好爸爸 我姓妈妈了 上来叛气息 来 好 好 刨个问底 波浪鼓声音响了 听他们要刨谁 大鹏爸爸 我是哥哥 大鹏爸爸 我是老杨 我太抢手了 对 那今天我们这个刨个问底呢 就首先要来刨一刨 帅哥的择偶标准了 对 这个帅哥的择偶标准啊 是这样的 就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杀得了木马 翻得过围墙 打得过铝布 斗得过流氓 哎 这个帅哥的 你问帅哥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没说你 你倒说的一套一套的 我想问的是 今天我们台上的帅哥 王爵 哎 我们都知道 王爵呢 他是很小就已经 只身一个人到美国去求学嘛 所以他受了很多 这个西方文化的熏陶 这个左偶观 可能会很不同 所以我想在今天现场 想问一下王爵 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女孩子 做你的结婚对象的话 你有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投脾气 投脾气 对 投脾气 就是投圆 对对对 那投扁的可以吗 啊 啊 投扁的可以吗 投扁的 投长的行 你还有个妹妹要介绍给他 是吧 还有别的 别的标准吗 就这一个吗 我觉得性格要好 而且要孝敬父母 对这也很重要 会的 这是您说完了 就是投缘 性格要好 然后要孝顺父母 对号入座一下 好 那下边我得问问 你们家的这个领导 朱明老师 您是这个人民非常喜欢的歌唱家 这个歌声里边 这个韵味十足 但是不管怎么说 您这么前卫 跟这孩子怎么着 都有点代勾的 就是您对未来儿媳妇的标准 是不是跟王爵说的是一样呢 只要他们相爱 我就赞成 而且我希望这个女孩呢 她应该在身上保存一种 我们中国人贤妻良母的 这种优良的品质 这样呢 对这个维护一个家 对于相夫教子 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刚才还有一点她说的 性格要好 那假如 那假如 如果说王爵有一天 领会加一个女孩子 你觉得这女孩子你不喜欢 怎么办 你们两个听谁的 他们俩互相喜欢就可以 有一点我想是排除不了的 就是家一定要住得近 不然回娘家太远 辛苦了 太对了 但是我们看出来了 朱老师真的是一个 特别开明的老婆婆 是不是 也祝福她们 谢谢 谢谢